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上海人那些深入灵魂的用词习惯 就是即使你是在说普通话 字正腔圆的说普通话 但是这些词汇也会时不时的不经意的就被你带出来 如果你是在外地的朋友面前说这个话的话 外地朋友可能会一脸茫然的看着你 什么?你说什么?你们是这么说的吗?我们不是啊 然后你就会发现,咦,原来这些话不是强国通用的 首先是对一些食物的特别的叫法 就比如说珍珠米 当一个上海人说珍珠米的时候 他意思是玉米 有一次我在我好朋友家里面 然后我好朋友他正好买了一点米 然后他就跟他老公说我今天米买好了 然后他老公一看那边那个箱子 那个箱子上面写着珍珠米 他老公跟他说你不是买米吗?你买这个干嘛? 然后我好朋友说这个是米啊 这个米就叫珍珠米 他意思是这个米就是很好的是一种品种的米 然后他老公说我们上海人呀 珍珠米什么意思了?不要说珍珠米啊 就米就是米,珍珠米是玉米 但是在别的地方,比如说我老公他们家 他们是说爆米的 就是我还没有听到过别的地方的人会说珍珠米 还有生梨,它其实就是梨 但是梨因为在上海话里面叫桑梨 所以如果上海人直接把这个方言词汇变成普通话的话 就会说是生梨 就不是梨 但是这个好像就是外地朋友听的就会觉得很奇怪 嗯?为什么是生梨呢? 就应该就是梨呀 这个生字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一个心 即使你加老儿话已经说的特别的北方话 馅儿 就别人依然会听不懂 这个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就因为人家是说馅儿的 但因为我们上海人说心子 就是说里面的馅儿的意思 就是心子 就你如果直接从上海话翻成普通话就是心子 再说一个冷饮 就是上海人说冷饮意思是固体的冰激凌 雪糕 蛋筒 棒冰 这些都叫冷饮 但是别的地方好像是冷饮意思是饮料 就是冷的饮料 就比如说冷的奶茶 冷的咖啡 这个叫冷饮 然后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会误会 就是说要吃冷饮是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 我老公从来没有误会过 我老公是湖北人 但是他从来没有误会过 我说冷饮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要吃冷饮 他就给我去拿了雪糕 拿了冰激凌过来 然后我昨天问他 为什么我说冷饮的时候 你从来没有误会过 我老公说 看你样子就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就这个是 必须要表扬一下我老公 情商很够 我刚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在我们家那个弄堂里面走 然后旁边有很多就是花园 然后花园是带那个后铁门的 然后有一个老先生 他站在那个后铁门那里 他这个手拿了一把钥匙 从这个铁门的缝里面伸出来 然后再跟外面的人讲上海话 然后我老公听不懂上海话 但是他就直接走过去 接过了那个钥匙 然后帮那个老先生开了门 然后这个期间老先生跟他一直在对话 就那个老先生在跟他解释说 我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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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谢谢你啊 怎么怎么怎么 全部都是用上海话 我老公当时一句上海话都不会 但是他跟那个老先生毫无障碍的交流着 就老先生说什么 他还能有回答 还有还有回应 然后那个他帮那个老先生开完铁门 让那个老先生出来了以后 然后我就问他 你听得懂啊 然后老公说 听不懂 猜的 他就这么长的对话 他都全部能猜会 猜到 我老公确实理解了一颗情声 都是比较好的 然后还有两个词汇 是我经常会跟我老公争的词汇 这也不说争吧 就是会我说我的 他说他的 我纠正他 然后他听着 然后不被我纠正 一个是青菜 绿叶菜 就是在我老公那边 青菜的意思是指所有的绿叶菜 就是不管你是青菜 菠菜 什么什么什么 都叫青菜 但是在上海 青菜是特指那一种菜 而且这个青菜 他还分什么 上海青 什么青 什么青 他还分的 青菜 他就只是特指一种菜 如果你要说 绿色的蔬菜的话 上海人叫绿叶菜 但是在我老公他们家那边 他们的绿叶菜 就是青菜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说 今天买了点青菜 然后买回来之后 我就会说 这不是青菜了 这不叫青菜呀 就是我们两个 就会对于这个东西 就经常都会说一说 还有就是茶叶茶 我老公他们那边就是 茶和水 是两种东西 但是因为在上海话里面 足 这个茶的这个上海话的音 它对应的是水 叫足 所以我们对茶 有另外一个称呼 叫足也足 就是茶叶茶 就是放了茶叶的茶 就是是茶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可能是上海人的一点固执吧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它应该叫茶叶茶 但是我老公就是会直接叫茶 还有一些特殊的叫法 比如说蚊子快 这是我有一次在公司里面的时候 就我其他的同事跟我说的 就是我在公司里面 被那个蚊子咬了 然后我说 有一个蚊子快 然后我其他的同事就特别惊讶的说 这个不是被蚊子叮了一个包吗 蚊子快是什么东西 我说我们都叫蚊子快呀 然后我同事都是说 被蚊子叮了个包 他们都不会说蚊子包 就是没有一个特有的 专有的名词去称呼这个东西 他就说是被蚊子叮了个包 但是上海话就是蚊子快 蚊子快 就这个东西它专指的 特指的有一个就是蚊子快 特有名词 然后还有橡皮筋 就是我们扎头发的这个 这个这个橡皮筋 这个上海话就叫养鼻筋嘛 就是橡皮筋 但其实它不一定是橡皮做的吧 我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 其他地方好像就叫头绳 发圈 这种皮筋 甚至好像有的地方 还叫头皮筋 但是橡皮筋好像就没有 所以其实上海人 在说普通话的时候 就有的时候 经常会有struggle一下 就是卡住 就是不知道这个话 在普通话里面怎么说 因为上海话的有些表达 确实跟普通话的表达 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但其实现在的话 有一些词 已经基本上被普通话同化了 就是你在听上海人 说普通话的时候 已经不会听到 他们用上海的方式 来表达这些词了 就比如说 Zangai 人行道 Jadetsu 自行车 斯蒙艇 以前都是说地 斯蒙艇 现在都是说水泥地 水泥地板 你不会听到 有上海人说水门厅 还有亚无想 夜湖香 就是床头柜 现在你用普通话 现在你用普通话说的话 你不会听到有人说 夜湖香 也是听不到的 还有什么 赌子 大厨 现在上海人都会说 衣柜 不会说大厨 但是以前 有很多上海人 用普通话表达的时候 他也会说 大厨 意思就是衣柜 还有 以前我会用普通话说 轰山芋 但现在我说的时候 我就会说烤红薯 但其实我觉得 轰山芋这个词 它还是有存在的意义的 因为我觉得轰跟烤 应该是不一样的意思 就是轰山芋吧 它那个烤箱也是不一样的 它是那种大的那种烤箱 就是有一个个小抽屉 或者是那种炉子 就是当中挖空的那种炉子 然后这个山芋 放在里面这样轰出来的 那烤呢 我理解为烤就是 下面是架着炭 然后上面是一个锡纸一样的 然后你把肉放在上面 就烤 这个是烤 烧烤 那山芋这样子 放在这个炉子里面 或者是放在那种大的 一个个抽屉里面 这种应该叫轰 所以我觉得其实轰跟烤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轰山芋这个词 轰这个词 还是有存在的意义的 但是现在就大家都不说了 我说到这个词 我以为说烤红薯 它有一些词不是被同化了 而是它就不存在了 就比如说皮夹子 就是以前上海人说 没有人会说钱包的 大家都是说皮夹子 从上海话里面直接翻译过来 上海话比个字嘛 普通话就是皮夹子 现在这个东西 因为大家平时不用了 就也没有皮夹子这个词了 但是你别说 如果我看到这个东西的话 我第一反应还是皮夹子 就是我老公 他其实有一个皮夹子 然后这个皮夹子里面 他有的时候会放身份证 会放一些证件 然后放银行卡 然后放一点点现金 他会习惯会带一点点现金 带个几百块钱现金 然后这个东西 我如果每次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脑子里面反应出来的词 还是皮夹子 这个可能真的是 深入灵魂 没有办法 这些深入灵魂的用词习惯 上海人会保留到现在 一个是因为不知道有些词是不是全国通用的 就比如说文字快 以为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情感上吧 因为从小说到大的 就这么说的时候还是很亲切的 不是改不掉 而是情感上不太想割舍 比如珍珠米 皮夹子 青菜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